中国国家队再度集结 1比1占平来访球队新西兰 进球难掩上座冷清 缺失关爱国足如何度过信任危机 2012年足鞋杯决赛首回合结束 看李皮与高峰波过招 关注本赛季最后一个冠军的产生 每个城市的人们以自己的方式热爱足球 企业里的足球队故事精彩 欢迎您进入足球之夜 朋友们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足球之夜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国家队 因为国家队昨天在上海进行了一场比赛 1比1和新西兰队打平了 从这个结果来看 让我们谈不上有多么高兴 也没有什么失落 但是想一想过去一年的国家队和火爆的联赛 包括足鞋杯相比 国家队都显得太平淡了一点 这其中当然也有我们惨败给巴西队的那种 让我们觉得很难堪的感觉 当然也包括我们在西班牙把欧洲冠军和世界冠军打的 也让他们感到有些吃力的这样的比赛 那么究竟卡马乔这一年的时间里 他对中国足球有了多少的认识 他为中国队制定了什么样的目标 未来他又希望中国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利用这次在上海采访的机会 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卡马乔 卡马乔应该说和我们的记者是敞开了心扉 但是听一听吧 听完了之后你会听到来自卡马乔的心中 恐怕还有更多的疑惑 而这种疑惑绝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 这里是上海的虹口足球场 国足将在这里进行2012年的收官之战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边 国足的国际足联排名从第69位跌到了88位 亚足联的排名从第5位跌到了第8位 那么这个战绩也是22个月以来的最差成绩了 那么在这一年当中 在这场比赛之前 国足取得了两胜一拼三负的成绩 卡马乔是如何评价他这一年 和国足这一年的表现呢 这一年的这个想法 就是做法也是尽量组织一支固定的国家队 尽量的避免进出很多的球员 因为这样子就能够形成一个固定的一个团体 到时候就是大家一起去赢得比赛 当然如果现在要招新队员的话 他必须要能够弥补我们现有队伍中不足的地方 我们才能会考虑招这么一个队员 我们的队伍在集训一起超过十天的这种集训的期间 我们还是发现了会各方面的进步 比如技战术方面 这个防守方面 我觉得还是看到一些进步 当然我们还有需要提高的地方 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个竞技的水平和各个方面的一些细节 我们跟实际上的一些强的队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通过说他今年球队表现的有这样的进步 我不知道距离他的这种标准还有多远 我们有一个具体的标准 我只想我的队员能够有一种赢球的这种思维和赢球的这种节奏 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还现在非常努力的在工作当中 在让队伍能够整体的一起来达到这个水平 卡马乔认为国足在这一年的表现呢 有进步也有不足 而在这七场比赛当中 他认为有两场比赛让他记忆犹新 对西班牙的上半场比赛 这个对世界冠军上半场几乎掌控了比赛 都一切都做得很好 你不可能再有一个另外一个比他更好的对手在你面前 这个在我的想法当中 这个对巴西那场比赛 是在我们对我们所有情况不利的情况下去打的这场比赛 是一个很负面的结果 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那么好 因为本身我们有七八个原本可能是主力的队员 根本没有跟我们一起去巴西 当时大家有一种质疑 就是为什么我们去的时候人不够 只有十四五个人 为什么不在国内招一些其他的队员 我的想法一直是招我觉得最好的队员来国家队 但是后面有各种原因 或者是不让他们来 或者是伤病的原因 或者是签证的问题 那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我手里的这份出场名单里边呢 有七名恒大的球员首发出场 尽管卡马乔在赛前表示 他们因为足鞋杯的原因可能会减少出场的时间 但是球员之争已经成为很热很热的一个话题 这支国家队的人员班底呢 以恒大队队员为主 因为卡马乔说 恒大队呢 连续两年都夺得了联赛冠军 而且在足鞋杯和亚冠联赛当中呢 表现也非常不错 他们的队员呢 在心理素质上 在比赛经验上 都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在这一年当中 俱乐部和国家队抢队员的这个话题呢 也是吵得沸沸扬扬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中断过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问题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队 都是征照自己觉得最好的队员 来到这支队伍里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更不幸的问题 当我们来的时候 恒大只有大概四名国角 现在大家都看到有八名九名 如果他买的更多 那我只能招的更多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就这些球员的问题 跟这个俱乐部的主教练有过沟通 比如说像李皮 这个沟通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组起来做 这个我还没有 前面就像你说的 没有跟李皮沟通过 这个当然我们队员 接下来会打个杯子 然后他们需要放假 放假回来的时候 这个我就要把他们集成起来 当然我在这里 做的唯一的工作 就是希望能够为我的队 做精大的力量 因为明年一月份要被张亚洲杯 会不会这个长期的招入 这个国角来进行集训呢 当然我这个一月份的人员结构 可能是由24到25个队员 所组成的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联赛 所以我要从零准备他们 面对这一场 二战队沙特的比赛 因为这个体能 拉一个体能是有一个过程 不可能准备过程 就单单的十天 这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一段时间 因为中国队早早失去了 冲击世界杯的资格 卡马乔更多的是 带领国家队进行一些热身赛 那么也有很多人表示 卡马乔实在是挣得太多 干得太少 我是这么签约的 我也在这里 当然我也可能在别的地方 这个合同就是这样 虽然卡马乔今年一年 带领国家队训练和集训比赛的 时间并不是很长 但是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面 依然有他所困惑的内容 有可能我们需要在一些 俱乐部啊 那些概念上面 一个改变 因为俱乐部比赛 和国家队比赛是不一样的 有可能 我们大多数的队员 像广州队 他们已经习惯了 在中国的联赛 掌控比赛 控制比赛 因为他们这个能力 要比其他的队要高一点 但是我们代表中国队 去打比赛的时候 碰到的都是世界上的强队 在这个方面 我们需要做得更好 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中国队就将进行 亚洲杯预选赛了 这次我们的对手是 沙特 伊拉克和印尼 这样的对手 让我们看起来 更像是在进行 世界杯预选赛 很多人都担心 我们是不是连 亚洲杯的正赛 都冲不进去了 而卡马乔又为此 做了哪些的准备呢 我还是生活在现实当中 这些预测都没有任何意义 我只想赢得比赛 之前跟现在中国的足球水平 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对伊拉克打了比赛 他们赢了我们 但并不代表他们比我们强多少 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个队 肯定是会被淘汰的 我觉得受被批评的 人家是一个被淘汰的队 你第一场比赛 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他有些哪些具体的准备 和一些调整呢 比如说 尤其是在面对大赛的时候 中国球员的心理上 我已经和我的队员们说过了 这个我们只能通过训练 好好的训练 努力的训练 来改变这些事情 这种所谓的这个大赛当中的 这些情况 我已经告诉过他们 他们是最好的队员 所以在这里 在这个团体里面 所以每个人都要付出的更多 卡马桥的任期呢 现在还剩下一半多的时间 那么在这些时间里面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又想给他的支持者们 说些什么呢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队已经很多年 没有站在任何一个 比赛的决赛的场地了 所以包括国家队也好 这个青年队也好 我们需要从下面 慢慢开始赢得一些比赛 通过这个来赢得自信 来再往上推 这个有可能我们要的结果 并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 但是如果我们正确的 走一条的道路的话 我们必须坚持下去 这个包括改变很多 这个概念和一些思维 和一些理念 整体的一个对足球的认识 我们还是跟世界上面 还是脱节 他的任期剩下的时间 还有一半左右 那么他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我的目标 还是前面跟你说的 通过工作来改变 很多这个思维上 这个行为上 还有这个各个方面 所中国足球和国际足球 所不一样的一些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还是会有进步 大家会看到结果 我就想说 我到从中国 到中国的第一天开始 就是非常努力的工作 但是有些东西 并不是我能所改变的 我只能做到这么好了 欢迎您继续收看足球之夜 稍后带来夺冠进行时 决战贵阳 听完了卡马乔的专访之后 不知道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收获 在我看来 我听到了卡马乔的一些心里话 但我也听到了一些弦外之音 比如说卡马乔说到了 他目前的这种处境 说很多事情是他所无法控制和解决的 是不是他会觉得在自己的这个位置上 缺少了来自方方面面 当然主要是足协 足够的这种支持 再比如说卡马乔说 和俱乐部的这种沟通工作 应该是由中国足协来完成 这样的一个沟通 主教练是不是也应该负起责任呢 恐怕这是个问题 我们需要认真的再去探讨 而绝不是我们问他回答 一问一答 就能够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的 再比如说 未来中国队到底应该去怎么解决 我们心里面临大赛容易波动的问题 当年的米鲁采用的是世界范围的拉链 然后大规模的进行比赛 然后一点一点的克服中国球员的这种紧张感 终于在十枪赛上 让中国队可以较好的发挥出说明 那么卡马乔上任之后 到现在为止 你看今年一年所打的比赛就没有多少场 我们可以看一看我身后的大屏幕上 这是中国队今年的八场比赛的情况 说起来卡马乔拿着高薪 但是只待中国队打了这八场比赛 这个比赛数量确实是少了很多 当然卡马乔也可以说这不是我的责任 那么足鞋没有够安排足够数量的比赛 可能我就只能干这么多的工作 所以看来还在很多问题上 仍然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这种沟通 包括卡马乔是不是真的了解了中国球员的这种特点 他真的能够拿出一些要方来去解决中国队的问题 当然了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是明年中国队又要面对着亚洲杯的预选赛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沙特对中国 中国的伊拉克印尼两场比赛 然后打沙特再打伊拉克 好 明年的亚洲杯的预选赛对中国队来说毫无疑问 是最重要的比赛 而在此之前卡马乔会把队员们拉到一起进行集中 然后据说会联系敌场高水平的比赛 然后再到西亚 找西亚的对手热身之后再从沙特对进行比赛 那么留给卡马乔的时间其实也没有多少了 能打的比赛也没有多少了 而且这里面仍然会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说俱乐部和国家队之间的这种矛盾 李皮就讲到了在恒大队里面有七八名国家队的队员 如果他把这些队员都拿走了 我怎么办 我的东迅还怎么办 那么这个问题又该由谁来去协调 其实还有一些问题 已经在我们目前的中国足球露出了一些苗头 钢天先生钢天武史就告诉我 他说我们有一些球员觉得打上了中超 认为自己就算是完成了任务 他们一点前进的动力都没有了 这是有一些人可能小腹急 但还有一些队员一旦进入到国家队的这种层面上之后 他会发现我的任务似乎已经完成了 我披上了国家队的队一 但是我在俱乐部里面能够挣更高的收入 我为什么要在国家队里面拼命呢 当然足协现在在设立一些补贴奖金的这种制度 但是如果没有一颗爱国的心 这些队员就算来了国家队 也未见得真的能够为国家队百分之百的处理 所以留给中国队 留给卡马乔 留给中国足球的问题 有很多很多 这平淡的一年 背后蕴藏着很多很多的不平淡 在这分享一条网友给我们的留言 他在我们的官方上说 希望卡马乔能够率领中国队在亚洲杯预选赛上取得好成绩 我觉得现在谈世界杯不太现实 还是要想办法让球队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手 都能踢出自己真实的水平 然后招准我们在亚洲真实的定位 对于世界杯 一零年 二零年 甚至三十年 十年 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 只要国足在进步 我们就可以等 我想我们的球迷 已经足够的宽容了 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耐心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暂时把国家队的话题放下 我们今后还有时间慢慢的讨论 下面我们关注一下 在贵阳进行的足球队决赛的第一回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第三回合 Joan还说 这贵阳进行的 感谢 咇是 稍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去年的30支球队扩军到了48支 赛事规模比赛场次都大幅增加 参赛球队在中超和中甲球队的基础上 吸纳了来自已籍联赛 业余联赛 大学生联赛和亚洲展望城市联赛的16支 符合足球队准入条件的球队参加 八支业余球队历史性首次参加足球杯 从去年的30支队伍扩大到今年的48支队伍 除了职业以外 业余队队伍 大学队伍也参加了比赛 可以感受到足球杯的理念 全民足球在逐渐的渗透 包括现场观众的上足率方面 也与去年的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的场次 平均1.3万人相比 今年仅在四分之一决赛就达到了2.7万人 另外各家地方电视台的收视率也比去年高 足球杯主赞助商东芝公司 在赞助中国顶级联赛的同时 还大力资助学校足球运动 在中国侨连和中国足协的支持下 发起了足球万里行活动 在甘肃省 他们给白银市侨新小学等无所小学 捐赠了足球和足球服务 还搬助学校建立了侨新少年足球队 我思在去年就赞同中国足协的威德理念 中国未来的青少年培养 以及中国足球的发展 决定成为该赛事的冠名赞助生 基于此理念 我思去年也在东芝希望小学当中的 两所小学举办了青少年足球培训活动 今年也正在计划 如何将该理念更大规模地实施 就得知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 举办的青少年足球项目 对其理念我们感到共鸣而决定赞助 足协杯赞助商东芝公司 还特意邀请了前中国国家女足队长刘爱玲 和前中国国家男足教练员郭瑞龙 一起和孩子们进行了足球训练 近距离地指导孩子们 东芝的足球万里行活动 这和中国足协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运动 实现全民足球的理念 不谋而合 1994年足球职业化之后 先后有山东鲁能 北京国安等七支球队 夺得过足协杯的冠军 山东鲁能队以四次位居榜首 2006年起足协杯停办四年 2011年恢复 天津派达夺得了当年的足协杯冠军 由于进入决赛的广州恒大队和贵州人和队两支球队 都没有夺得过足协杯的冠军 势必会产生第八支足协杯冠军球队 而在贵州的第一回合比赛 有四万多名球迷入场观看了这场比赛 因为他们喜欢的贵州人和俱乐部 在与广州恒大的中超比赛中 一胜一瓶保持不败 来到体育场一脸笑容的高林 面对贵州人和队 其实还有一些苦涩的历史记忆 这个球太不冷静了 第一下本来就出现了原则性的错误 第二下你再拉一下 这个球判罚之后 都对李凯进行了安慰 反到后点 回车 于海 打门 球接了 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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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名教练非常有意思 特写都给到了 表情都是非常的轻松 让我们看看高林 扑住了 恒大回家了 广州恒大回家了 64岁的意大利人李皮 今年半途接手广州恒大组球队 他曾经率领意大利游文图斯队 为武夺联赛冠军 他的足球教练履历中最辉煌的时刻 是2006年 率意大利队夺得了德国世界杯的冠军 作为世界级的足球教练 李皮来到中国输掉了第二场中超比赛 就是在贵州奥地中心 广州恒大1比2 奉于贵州人和队 中超比赛冠军 不知道今天该对他来说什么 就是四次一百八十分钟的比赛 明天是比赛冠军的较量 然后我想说贵州在刚刚结束的中超赛场上 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然后取得了形成一个成绩 我想说就是贵州和我们一样 经过了很多困难 然后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来到了剧中比赛冠军的决赛中 然后没有一场决赛是容易的 在考虑到之前 我们在中超赛场上 来到贵州客场的时候 输掉了这场比赛 所以我想说在明天比赛中 希望球队能打得非常精彩的比赛 然后剧中的结果 还能看一个星期之后 等两个月的比赛 结束之后 只能看到谁剧中的赢得决赛冠军 46岁的高红波 在去年接手贵州人和队 本赛季率领球队联赛排名第四位 足鞋杯进入决赛 作为本土教练的佼佼者 高红波曾经率领中国男足 三比零战胜韩国队 结束了32年逢寒不胜的魔咒 高红波时期的国家队 还一比零在热身赛中 战胜过法国队 这届级的名帅教授 务持低调的高红波表示 现在的中国足球生存环境 还没有到本土教练和外籍教练 掰手腕的时候 中国教练可能现在还不具备 这种跟外籍教练掰手腕的环境 因为我想就是说 中国足球发展 肯定还要配合希望中国教练 或者说中国这种基层这种不断增加强大 才能够使这些更高级别这种比赛 有中国的身影 所以我觉得 现阶段中国教练 还是要摆着位置 还是要放平心态 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球队的 自己的特点能体现出来 这是各位教练来讲最满意的地方 在比赛的开场阶段 然后我们对方给我们制造了一些困难 在比赛之前 我们就很清楚了解到 对方就是投球能力非常强 然后在开场的前15分钟 对方利用高球队 给我们在防守端制造了很多压力 不过15分钟之后 我们就把比赛的节奏牢牢 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无龙族宫吗 因为当时我这个场地就确实不好 所以说他给我的球我一停也挺大了 那么双方这个一拼脚就拼到他脚下 所以说这个我之前也说了 这个追踪场上反正你就要全身去投入 去努力去做去创造机会 很多场比赛包括之前也有一些自己这种问题 就是可能对一些裁判的判法呀 然后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认为可能判法有一些不太妥当 可能会跟裁判去有一些理论 但是不存在侮辱这些东西 只是说正常的理论 所以说可能这也是自己还是没有成熟 还是需要自己去以后去多多注意的 毕竟不是一次两次发生这种问题 可能还是自己的问题 赛后广州恒大俱乐部宣布了 对高林的处罚决定 对高林处罚将近20万元人民币 而高林随后也在微博表示 该罚这样才涨记性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足球之夜 稍后请看企业里的足球队 对没错 我们接下来就要为大家介绍 大企业里的足球队 这是一支特殊的球队 之所以我们要为大家重点的来介绍它 是因为在我们看来 假如在中国有1000支2000支 或者是3000支4000支这样的球队的话 那么中国足球的春天真的就不远了 为什么呢 看过之后我们再探讨 这是六个月前的贵州 往年的中国足鞋杯首轮 都是由低级别职业联赛球队之间进行较量 而今年足鞋杯上也出现了业余球队的身影 现在什么心情 现在非常激动 能够这么高手过招 是我们荣幸 紧张吗 不行啊 我们做好充分准备 比较兴奋 兴奋 紧张吗 紧张还好的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支夜宇队 说那个双角都不穿行 我一直很淡定 东风本田足球队是足鞋杯首轮参赛的业余球队之一 而对于球队本身来说 有着太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远赴课唱比赛 第一次享受课队的待遇 当然还有球队第一场正式比赛前的全家福 与其他的企业球队不同 东风本田足球队所有的队员都是公司签约的正式员工 球队中的每个球员都是来自各个车间的工人 平时他们的工作就是为这家汽车公司生产装配汽车 但是只要一有时间 他们就会聚在一起比赛训练 足球已经成为了他们业余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支球队当中的某些队员 曾经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所以东风本田足球队在武汉当地 成为立志颇有名气的球队 公司上下对于这支球队 当然报以了十分的重视 为球队建造了业余球队很难享受到的灯光球场 还给球队在地方聘请了专业的足球教练 在这样的条件下球队的比赛成绩有了保障 最难得的是队中的很多球员都有了一份如鱼得水的感觉 一边工作 一边踢球曾经是他们很多人的梦想 而如今成为了现实 在球队当中我们遇到了三个有着不同经历的队员 让他们给我们讲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何磊曾经有机会继续保持职业球员的身份 但是经历很多的视讯之后 最终还是没能留在职业队中继续自己的生涯 经过朋友的介绍 他把握住机会通过足球的特长来到了现在的公司 成为了一名普通员工 我是因为足球特招 因为东文本年他一直对这个足球文化他比较重视 他就是喜欢特招一些替足球的人才 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的生活方式 何磊根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面试的第一天 他就不得不接受了一次极大的心理落差 人事科的就有一个人过来面试 然后他之前要我们写一个单子 就比如说你以前的预约收入多少 然后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你学什么专业的 然后我当时上面就写了足球 然后预约收入我还是保守估计 我说六千到八千 我就保守估计了一下 然后后来他一看那个单子 他就问我 他说我们公司得不了了 这样的待遇 这仅仅是何磊面临的第一个难题 接下来怎样去适应这份新的工作 让他第一时间产生了巨大的迷茫 当时就是这种心态的转换 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过去上班 因为一个什么都不会 二一个你怎么样 你干什么工作 你能站到跟以前 同样的就是酬劳或怎么样 很难 但是通过这一两年 自己在家的调整吧 然后现在已经能接受 你总要踏出这第一步 迈出了第一步 并不代表着一切都可以一帆风顺 成为一名车间的涂装工人 可能是何磊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而这份工作 让他在前几天就吃到了苦头 为了让自己能够坚持 为了让家里人对自己放心 何磊决定开始去努力 适应这份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工作 毕竟这可能是他以后生存的依靠 他必须要选择认真去面对 但是在适应的这段时间里 他还是想不放弃 刚上班那会儿是美女长六年小 但是非常的不适应 特别是以前是拿脚踢球 现在是拿手干活 这个差别我感觉一时半会儿 真的接受不了 就刚上班的头一两个礼拜 我真的准备放弃 但是后来坚持过来了以后 也觉得没什么 别人能做的 我踢足球的我一样能干 现在何磊已经成为了合格的员工 更成为了合格的队员 生活也开始步入了正轨 你到今天你在一队 你明天也许你就下岗 也许就失业 但是在东本田的话 我就感觉我真的踏实了 然后每天过得很充实 我叫胡永永 来自整车品质科 我主要负责的工作是 整车品质检验 飞驰的赛车和娴熟的技术 胡永永的这份工作 让人想起他在球场上 纵横驰骋的样子 但是以前他的工种 并不是这样一份 相对轻松的工作 从以前的工作到现在的工作 一切更像是一次 由体力到脑力的转换 在流水线上面 作业 大概一台车的那个时间 大概是100多秒吧 180秒左右 也就是三分钟左右 大概要打100多个焊点 100多个焊点 就是不停地这样 动动动 作业 庆幸的是 胡永永的这份足球特长 让公司的领导看到了他的长处 正是足球给了他一次 重新选择工作的机会 因为这个工作是特别辛苦的 然后公司也是知道这个事情 然后即使做了调整 就是调整到现在这个 整车品质科 现在这份工作更多的是用脑子干活 这和胡永永平时在球场上的中场位置 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 与此同时他也有了更多的时间 去思考一些问题 这份工作给胡永永在球场上 也带来了新的启示 他对于足球生涯 也有了新的认识 做了这个工作以后 我感觉对那个足球 特别认真 就是每一场球 不管是对手多差 或者不管是对手有多强 我都会认真真真地 把这一场比赛踢完 我叫阮芳 来自总务部总务科 目前在科里担任的工作是 物品管理和环境管理 阮芳曾经是一名职业球员 由于一些原因 他不得不选择开始一份新的工作 对于他自己来说 更看重的另一个身份 就是湖北大学的学生 正是这个本科的文凭 让阮芳一来到公司 就可以在办公室工作 毕竟这里的工作环境 要比车间好一些 当时我在湖北大学 我读的是工商管理 可能在工商管理这个领域里面 我可能大致了解 大概是这么一回事 当然不能回避的 还是他曾经的职业球员身份 与现在公司职业员的生活方式相比 以前那段日子和现在是天壤之别 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 作为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 他每天除了训练 洗澡 吃饭 然后就是看录像 业务学习 他其他事情 他都不需要你去管 但是来到东东本田之后 包括我现在担任的工作 我能够去体现我的价值 能够去展现我的人格魅力 也就是说我的个人能力 不仅仅只是在足球场上 能够体现出来 除了生活方式的改变 阮方的思维模式 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作为现在这支球队的队长 他往往可以决定 自己包括这支球队的 未来发展方向 我以前当运动员的时候 我在训练当中 我可能会 有时候会偷偷拿 或者我对一个技术动作 或者是一个战术的安排 我可能不太会去理解 因为我始终只会站在 我个人的角度 去理解这一件事情 但是现在通过工作 通过工作 给我带来我学习到的东西 我现在我站在这个位置 我再去踢球的时候 我感觉就不一样 尽管在办公室工作 相对于车间要轻松一些 但是作为队长 他还要抓紧一切时间 去考虑球队的事情 这样一来 对于阮方来说 就显得并不是那么宽裕 他只能用加班的方式 来处理他手上余下的工作 我只有通过训练之余 比方说下午五六点钟 训练结束之后 我喜欢找吃完饭 我把一上午 这下午就是之后的工作 我只有通过晚上 我自己的时间来完成 在这样紧张的时间里 哥风还是忙里偷闲地 解决了一件终身的事 遇到现在的妻子 是他除了工作足球以外 在这里又一份收获 在这个个人的感情方面 这一块一直有点滋后 只是来到公司之后 才接触到现在的老婆 所以最后能够跟他走在一起 我觉得自己还是挺幸运的 每个队员都在这里 解决后果之忧 球队就没有理由 不取得很好的成绩 当然东风本田 对于足球在企业中 开展的重视 更是球队可以取得 成绩的基础保证 我们分了两类比赛 一类就是这种 科室部门之间的比赛 这里面比赛就有很多 我们起义队里面这些队员 或者从专业队下的队员 他是可以参加各个起义队 我们叫俱乐部吧 这样的队里面 大概这种球队里面 有16支左右 每年举行一次 这种俱乐部的这种比赛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广泛的 就是跨部门的 只要是几个朋友 都可能组成一个队 这样的队伍 大概是我们采取 那种八人制的 小长期的足球赛 这次球队大概有36支 不仅如此 东风本田的 企业足球联赛的开展 也是对于中国足球 新型模式的一种 很好的探索 如果能有更多的企业 可以在公司中 开展足球运动 将有助于中国足球 提高基础人口 这样的话对我们 培养好高水平的运动员 而且能够为他 解决未来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尝试 那么我认为东风本田 做的这个尝试 应该说是有益于 我们整个的 这个足球运动的发展的 在日本 本田公司就是一支 相当有实力的球队 不仅如此 他们还会赞助足球的联赛 以多种多样的方式 支持足球 在足球队的第一轮比赛当中 东风本田足球队 还是遗憾地输掉了比赛 其实这就是业余球队 和职业球队的差距所在 但是输掉比分 也不能跟着否认 企业足球这条 在中国足球正在尝试的新路 对于这支球队来说 每一次的失败 都有可能是下一次成功的开始 看到刚才天下足球的这个预告 突然让我想起了 今天下午呢 又有十几名中国孩子 被精英集团 河北的精英教育集团 送到了巴西 继续他们的足球的梦想 在那里呢 他们将留学生活三年的时间 已经有一批孩子在那边 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了 现在发展中国足球呢 我们需要有方方面面的这种力量 刚才您看过了 我们关于东风本田 企业足球队的报道之后 您有什么感觉呢 其实我在想 中国要是能够有 大量的企业足球队的存在 而且我们能够有 组织非常严密 合理的企业联赛的话 那我相信 他们能够为中国足球 提供很多很多的工作的岗位 为我们的退役球员 下岗的球员 为我们的年轻球员 包括大学生球员 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 因此将极大的扩大 中国足球人口的这个面积 如果是这样一路搞下去的话 我相信中国足球的前途 那真的是一片光明 可惜现在我们只有一个这样的企业队 就像我们只有一个北里工一样 那么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两位网友的留言 腾讯网的这位朋友名字很好听 无国夫差 今年联赛很精彩 真的希望联赛质量能够在国家队上有所体现 精彩联赛2012 期待国足2013 新浪的这位网友 他说这么多年 不管国足遇到怎样的困难 我始终没有放弃对国足的希望 现在国内的足球大环境越来越好 加油中国男足 加油中国足球 确实是这样的 目前的中国足球可以说赶上了一个发展的小阳春的气候 但是需要我们方方面面共同的努力 要知道我们的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足球队 感谢收看 下周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